完成撥片之後 我們可以用我們的紙巾壓桿 壓桿一樣不要來回抹 以免把我們的樣品刮下來 接下來就要進行我們的電子目鏡照相與錄影 首先我們打開電腦 感謝很多親朋好友的幫忙 讓我們有這麼好用的電腦設備 進來的時候呢 會看到這個 第一個 這是Windows 8.1 我們不要管它 我們要用的是這個Easygo 11版X86 選擇Easygo 11版X86 因為阿遠是其中一個推廣的志工 進來會進到這樣的畫面 假設已經放好一個撥片在上面 我們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開啟它的程式 讓程式跑一下 同時間我們來看 這是電子目鏡 電子目鏡的時候跟大家建議 跟大家建議 像阿遠慣用左眼 左眼的時候 就把左眼的拔起來 因為等一下我左眼要對的時候 就在這個位置 把它插進去 那一樣根據我們之前教過的 把它調到兩眼視察 沒有視察的地方 把這個插進去 一定要插到很穩的地方喔 不然的話它這兩個對焦的地方 其實會有點落差 把USB插在我們的電腦上 因為目前為止我們全實驗室只有一個電子目鏡 所以請大家務必配合與幫忙 也希望說如果善心人士願意監住的話 我們一定會接受的 好接下來呢 我們的EasyGo第11版開玩機的 我們接下來可使用另外一個軟體 在這邊做一段工商服務 EasyGo第12版過了暑假之後應該會出來 應該會出來 那全部都是以Linux-based的 所有的東西都是開放原始碼 請各位安心使用 不用擔心到擺 不用擔心授權費的問題 好我們一開始 我們要開啟我們最重要的軟體 在影音的G-UVC View 點進去 各位沒有看到 一點進去就已經看到這個了 來這時候呢 我們調整影像 我讓攝影機接近好了 好 我們調整影像 這時候是640x480 這時候可以調大一點 舉個例子好了 我們取 最大到2048x11536 沒關係我們 就取 1280x1024 好再來呢 如果各位要照相的時候 我這段等一下 我會用獨立錄一個軟體 讓大家知道 按開啟 先設定我們放在桌面上 請大家記得用Email把它寄走 或者是用 或者是用隨身的臉巴帶走 因為目前我們這邊還沒有存檔的方法 好 那假設是 Image的話 像我會寫一個 我們是第三組 就 G-R-O-U-P-Group-03 接下來檔案自動 它就會開始幫各位自動拍照 好 那我們就把這些都收到旁邊 現在的情況是在 看阿遠在對焦 在這邊 我們稍微對焦一下 這是最 這個方向 這樣子清楚了 換倍率 再調 越來越清楚 這是總放大倍率一百倍 相當的清楚 接下來 OK 好 那各位有沒有發現一個問題 就是 好像背景有點偏然 其實可以透過它自動矯正白平衡 或者是 或者是影像設定的地方 例如像那個 白平衡可以自動 或者 可以這樣子自己調整 那一般 一般的話這個需要練習 那阿遠的話 就不多做練習 我們先來看看這個地方 好 那各位看到說在四百倍之下 如果沒問題的話 剛才阿遠已經先透看過了 在這個環境之下 其實有 有格蘭式陽性菌陰性菌 看起來 都有藍色跟紅色 好 接下來我們要來看油鏡 一樣 油鏡呢 把鏡頭轉過來 會露出一個點 這時候當然 因為電子目鏡已經接受不到去那 所以看不到 鏡油 立下去 好 現在是油鏡的狀態 一樣對焦的時候 一樣握住 往前一點點 越清楚的話 往前沒關係 如果不清楚的話 往後一點 感覺是越來越清楚 所以再往前一點 膠子有一點點而已 膠子有一點點而已 再微調地方 OK 阿遠換一下位置好了 哇 哇 這張非常清楚 紅色的 就是我們的 格蘭式陰性菌 比較深色的 藍黑色的 就是 格蘭式陽性菌 好 接下來我們喜歡這張照片的時候 開始來拍照 好 因為剛才我們其實有做三個樣本 一個是 格蘭式陽性菌 我們用 Lactococcus Lactis 當代表 格蘭式陰性菌 我們用E.coli 當代表 我們直接看了樣本 是兩個混合在一起 各位同學們 可以其實可以兩個 個別去拍照 好 那要拍照的時候呢 我們已經設定好 檔案 Groups 03 03後面舉個例子 因為是第三組 好 03 01 就是我們拍的第一張照片 按下拍照 咔嚓 它就拍好了 我們到畫面來看 就是這個 這是我們剛才拍的照片 在這邊 在這邊 不是底色 底面這個是 你看我轉掉 就不見了這個 不是這個 這是我們拍起來的照片 還蠻清晰的 那各位的話 因為每組有不同的成語 其實你們可以輪流拍照 好 好像我們再移動一下下 再跟大家說抱歉 因為目前預算 我們實驗室只有一支 電子目鏡 所以大家可能要輪流著用 輪流著用 那 阿元的經驗是 用電子目鏡看起來的 真的沒有用肉眼看起來的清楚 來得清楚 來我們再調一下 怎麼會拍第二張 好這樣很清楚 藍是藍紅是紅 有點跑掉了 好就這樣 藍是藍紅是紅 我們準備拍第二張 按下拍照 OK結束了 好 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把這些照片 存回去 各位可以 留作你們的實驗紀錄